红衣夫人顶着交警往前冲 这一幕连路人都惊呆 情绪机动的夫人把交警撞到骨折送医 只是面对高大的交警 夫人是哪来的利器 把人给撞到受伤骨折 难道他有铁头功 突然间就用偷 就用撞到面颈的胸部 后部呢 他的后侧身体后侧 有一辆三十摩托车 在三十摩托车阻挡下 咱面颈的阳面到底 原来因为取缔时车水马龙 就怕情绪机动的夫人影响交通 交警是肉身挡着他 宁可自己受伤 也想保护夫人的安全 面对夫人情绪失控的行为 连警方都很无奈 原本只是超灾遭到取缔 现在却因为让远景挂彩 夫人被遭到拘留 得替自己冲动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